用雨傘抵挡强力水柱 在催泪瓦斯烟雾中逃命 这些几名冲突画面 从2014年占领中环行动 2019年反送中行动 直到2020年反港版国安法示威 不断在香港街头上演 然而中国政府 不为国际社会舆论压力 6月30号在人大会 强行通过港版国安法 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 坚定不移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 坚定不移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香港事务的决心 坚定不移 美方通过所谓制裁 阻挠中方推进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图谋 绝不会得逞 港版国安法共有66条条文 其中第20条规定 任何组织策划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行为的人 不论是否使用武力威胁都算犯罪 第36条规定 即使不去香港 在香港注册的船舶或航空器内犯罪 也适用本法 第38条更提到 不具香港居民身份的人 就算犯罪行为不在香港 也适用本法 甚至在第44条中规定 处理国安犯罪案的法官 可由香港行政长官指定 有危害国家安全言行的法官 不得被指定为审理案件法官 等同司法不再独立 然而对港版国安法接受度 香港民众各有支持与反对立场 今天真的很开心 我们身为中国人 个个人都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今天我们中国 已经通过了港区国安法 会令到那些反中远港 做特务那些人 就可以大胆地说 走投务 这一国两国的政策 都没有关系 香港的政策 在香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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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解决 在香港的政策 港版國安法通過讓一國兩制名存實亡 為了避免因參與行動被判刑入獄 香港眾志黃之鋒 羅冠聰等多名成員退出後 香港眾志也宣布解散 見此情形落腳台灣隱身大樓內的 銅鑼灣書店老闆林隆基 就跟在美國 英國和德國的香港人 串聯成立避風疫諮詢據點 提供世界各地港人協助 在美國的梁基平 英國的鄭文杰 還有德國的王臺雅 他們互相討論過 我們搞這個平台 幫助他們在台灣 北方我這一塊在台灣找哪些朋友 哪些主題 去跟他們幫助他們 港版國安法上路後 可以預見香港民主運動空間將越來越小 林隆基憂心 參與抗爭的香港年輕朋友 生命安全受到波及 與眾心常提醒年輕人 以自身安全為重 可以先自我保護 離開香港 再找一個地方重建香港 而成為港人庇護首選地的台灣 陸委會規劃香港人到援助關懷專案 成立的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 7月1號揭牌正式營運 辦公室未來能促進台港正向互動 綿延不絕 並且吸引香港的資金 以及專業人才來台 為台灣發展帶來更多的活力跟契機 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將提供 就學 就業 投資創業跟移民等專案諮詢 希望成為香港人的避風港 港版國安法引起國際社會密切關注 日前英國駐中國大使館針對中美報導 發出關於香港問題更正說明一文 卻被中國官方直接下架聲明 香港情勢牽動著中 美 英 台灣等國家政治角力 未來能否再次成為世界金融中心 有待時間驗證 但過往港人引以為傲的高度自制 以確定走入歷史 院士新聞 朱古已故編譯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